哈喽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可爱的苏西老师 那么在这一集大型写作连续剧里呢 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道写作高频真题的讲解 OK那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吧 那么问题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呢 一些年轻的工作者 他们比一些年长的工作者更好 好在哪呢 在于skills, knowledge, and motivation 也就是说技能,知识和一些积极性上面 OK那么理解完了题目之后呢 我们可能就得选一方 站在某一方了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底下的两张图片 左边呢一群很年轻的面庞穿着西装 戴着领带感觉特别的年轻有为了 也有可能是白领之类的对吧 很厉害了 那右边一群人呢穿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服 比如说左边的好像是医生对吧 医生、厨师或者说一些工人 他们呢也感觉很年轻有为啊 最右边还有一个纹身的小姐姐那更厉害了 好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样子对吧 那所以呢遇到这样一道题 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那肯定毫不怀疑的 我们可以说我们觉得年轻人更好对吧 年轻人来工作有他的优势 OK那么你的立场就出来了吧 是什么呢 也就是younger employees are better吧 或者说younger employees are better than older employees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立场 OK但是选完立场之后结束了吗 你肯定还得讲为什么吧 为什么你觉得年轻人更好啊 年轻工作者更好 那么我们可以有什么观点呢 其实题目也给了我们一点线索 我们可以说他们有更好的知识技能 或者说积极性对吧 有些同学不难想象 年轻在于干嘛呢 年轻在于学东西学得快嘛 这不是年轻人一个很大的优势吗 OK那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就初步确立起来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完善一下 组成一句句子 那么可以用到哪一些的用法呢 你觉得啊 它有一个更好的知识 也可以说最新的知识 因为年轻嘛 刚学完习不久 那么可以说newest knowledge 那么除了这个newest呢 也可以用up to date 对吧 up to date呢也有这种最新的 最新更新出来的意思 所以说还有什么呢 学习能力强 学习能力强怎么说呢 其实不用特别的复杂 learn fast就可以了 或者说拥有学习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能力 have the ability to learn fast 那么我们把这样子 各种各样的一个用法组合起来 一句句子就可以了呀 怎么说呢 younger employees have the newest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learn fast 简单明了 突出了我们想要表达一个重点 也就是年轻的工作人员 拥有最新的知识 并且学习能力强 对吧 OK 那么我们观点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观点出来了之后 我们这一道题 这个观点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并没有 作文的路还很长的呀 那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我还得再问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 这些年轻人啊 他们拥有最新的知识 并且学习能力强 你得有理有据呀 对吧 为什么底下图片里 这些小孩年纪轻轻 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啊 可以戴着眼镜来签署文件了 所以告诉我你的论据 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那么可以有什么呢 不难想象 我们肯定想 为什么他有最新的知识 可能是因为刚完成学业不久 对吧 左边这个女孩 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啊 可能刚刚才跟 最后一场考试 say goodbye 对吧 刚刚才完成了他的学业 开心得不得了 那么 所以我们可以说 young employees just finish their reason study 才完成学业不久 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他们能够很好的 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那么这里有一个 比较好的词语 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呢 well adapted 也就是适应力强的意思 所以我说 they tend to be well adapted to the new working environment 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往往 能够很好地 适应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那我们的一个论据 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有些同学会说 我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只要有利有据 就可以吧 比如说我觉得 他们刚毕业不久 所以他们其实还有 保持着他们原来的 一个学习的状态 学习的思维模式 并且他们也 惯于学习 你看左边这个小伙子 万事都OK 对吧 特别自信 所以我们还可以 怎么说呢 young employees are recent graduates 那么graduates呢 就是毕业生的意思 either in high school or college 所以他们可能要么 就是高中毕业 要么是从大学或者学院毕业 they still have a learning mindset and are used to learning 那么mindset在这里 什么意思呢 是指心态 或者思维模式的意思 那么后面呢 and are used to learning 要注意这里不是一个被动 不是说被用来干嘛 而是be used to 是习惯于的意思 所以其实他们 还是习惯于学习的 有这个学习的状态跟能力的 OK 只要是合理的 简洁明了 能够把你的论据 阐述清楚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我们的论据呢 就出来了 但是呢 还没结束 我就想问 哎你出来了 你的论据 你解释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第四步呢 是希望我们能够 讲一个结果 前面说啊 年轻的工作者 刚完成学业不久 他们仍然保持着 一个学习心态 并且关于学习 所以呢 所以他们可以轻松了解 他们在公司中的一个职位 或者说他们在业务中的职位 那么这里是不是更好的 阐明了一个这样子 年轻工作者的优势 对吧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they can easily learn their positions at your business 那么position呢 也就是职位的意思 所以说 在你的一个公司中 或者一个业务中 他们可以轻松的了解 他们到底应该干什么事情 对吧 OK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非凡独有的东西 叫做三句成断法 为什么是三句成断法呢 立场和观点是一句 论据呢 是一句 结果呢 是一句 这样子组成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观点了 OK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立场 就是我们认为 Younger employees are better 年轻的工作者更好 好在哪呢 好在他们拥有最新的知识 并且学习能力强 对吧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刚完成学业不久 仍然保持着学习心态 并且关于学习 OK 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是他们可以轻松了解 他们在公司中的职位 所以 那么换成英文呢 就是刚才我们分析出来的 这样子一个英文 Younger employees are better 那么他们呢 有newest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learn fast 而且他们才刚刚毕业不久 是reason graduates 仍然有一个learning mindset and are used to learning 所以as a result they can easily learn their positions at your business 那么有没有感觉 如果我中间 好像什么都不加 把它连起来 是能够成为一段 但是好像有一些生硬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像我刚才比如说 我说as a result they can learn their positions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加一些 短小精悍的东西 比如说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younger employees are better 这句话是不是好像更好看了 其实也就是我认为的意思 我相信我认为的意思 那么观点说 due to the fact that due to the fact that 是犹豫的意思 后面 this is because 也是因为 后面在产生你的论据 那么结果呢 as a result do how 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样子呢 把它连起来 用一些很不错的短语 一段话我们就出来了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的一个立场 就组成了这样子 一个75个字的一段话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我强烈的认为 相信 younger employees are better compared with old employees 我认为年轻的工作者 明显相比于那些年纪大的 年纪轻的更有优势了 由于什么呢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nger employees have the newest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learn fast 为什么 this is because young employees are risen graduates either in high school or college they still have a learning mindset and are used to learning 结果 结果之前 会发现多了一个东西 是什么呢 to illustrate this my cousin is a convincing example 那么这一块呢 一定也是要短小经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是为了 踩一个example的点 所以千万不要铺开说 to illustrate this my cousin is a convincing example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可以了 把它放在as a result之前 ok 然后 所以as a result they can easily learn their positions at your business 那么这一段 就完美地结束了 那么 有同学说 一篇文章 75个字也不够啊 但是要注意 它只是我们一个观点 对吧 只是我们一段 那么我们非凡的模板呢 是四段式的 ok 那么除了这样子一个观点之后 我们还能有什么样想法呢 还是可以 比如说 有同学认为 一些年轻的工作者 他们积极性更高啊 这个也很合理吧 对吧 看图片里这个人 只是抹个墙 他还可开心了 还得拍个照 发个朋友圈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 young employees are much active to work when compared to the experienced employees 其实也就是说 他们积极性高 天天跟打了鸡鞋似的 对吧 这典型的 也是年轻人的一个优势 那么除了这样子一个优势之后 我们不能有反对的观点吗 也可以啊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觉得 我觉得年纪大的更好啊 为什么 看图片里这个多厉害啊 一些年纪大的人 明显他经验更加丰富 对吧 这样还是老的辣嘛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 young people may lack experience compared with those aged workers 跟那些老年人相比啊 年轻人明显就比较缺少经验吧 那么这个呢 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完全是可以使用的 OK 所以回过头来看呢 这样子一道题 其实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吧 年轻工作者 跟年长的工作者相比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 好在哪 那我们可以说挺好的 因为他学习能力强 知识也一直是最新的版本 那跟买苹果手机是一样的 谁都想买 今年新出的一个苹果手机 对吧 最新感觉最厉害 那么也可以说 年轻人其实不怎么样 没有老的墙 因为他们的经验 毕竟还是不丰富的嘛 都可以 那么OK 大家有没有学到一些了呢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集写作视频 就到这里了 那么想要看完整版本的 非凡写作模板 以及高频真题的 完整答案的同学呢 欢迎你们动动手指 扫一下右边的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了 OK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